大家好,一月份我有四六种菜能够吃,第一种雪丽红,Pedra Mastrad 雪丽红特别适合羊肉吃 Are you going to pickle those?Pedra Mastrad 你准备羊雪丽红吗? 大大小小,我种了很多雪丽红 第二种是绿萝卜,Green Reddish 绿萝卜,弯度不低于死度,冬天是可以生长的 第三种芝麻菜,Aruglan 芝麻菜辣味,像生菜一样吃 特别容易长,缝隙里都长 属于四个花咖植物 第四种芥兰 我这个芥兰是红耿的,超市卖的一般都是绿耿的 这个红耿芥兰不多见 它的英文名字很多超市直接标着芥兰的配音 第五种芥兰,Broad bean 芥兰特别适合冬天生长 秋天早种上,春天很容易就开花结果了 第六种是Kill Kill可以两年生 这是第一年种的 小的是第二年种的 Kill营养价值非常高 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包包子 也可以烤着吃 还可以打蔬菜自和 第七种小白菜 Chinese Cabbage 第八种乌塔菜 英文Yuta 第九种红萝卜 Carrot 第四种大蒜 第四种大蒜 Galic 第四种香菜 Coreander 第四种牛皮菜 Chard 牛皮菜 牛皮菜有红色的 绿色的 也叫卷打菜 颜色漂亮 营养价值丰富 瓜架还特别能长 还好种 第四种红葱头 Sharlotte 第四种芹菜 Cellery 去年秋天 我撒的青菜种子 穿不货了 熟货了太多的青菜了 吃也吃不完 第四种草莓 Strawberry 16种绿葱 Gray Onion 圆子里种几个葱 每天随吃 随菜太方便 谢谢观看 再见